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是你的狂 牵你肩膀 让我们一起向前看 乘风过老 就奔向胜利的方向 肩并肩张开我们的翅膀 天空翱翔有手中的桥 驱散黑暗 决心吧 让力量 变发出心机伸张 因为你在身旁 用心变成乐观 爆发出炙热的火焰能量 不挫住每一种奇异幻想 驱散发出心机伸张 我和你一定能完成梦想 第十集 旋风天马的力量 欢迎来到星兽猎人世界 为了对抗到处破坏的恶兽 人类与星兽定下契约 成为星兽猎人 一起对抗恶兽 为了升级星辰手里的一级星兽神枪 我们去寻找能帮助我们的星兽天马兽 竟进为二级星级神枪 就有了连射的能力 不仅能提高瘦能弹的射速 威力更是原来单射的好几倍呢 大家往更强的星兽猎人宝座耐劲吧 上集说到 星成被平安救回 还带回了星同伴奠击兽 在得知东阳一个人与武士兄弟比赛时 星成义无反顾加入比赛 另一边 蓝叶到了被恶兽袭击的村落 发现这里的恶兽似乎产生了诡异的突变 这背后到底暗藏了什么 有了星成的加入 东阳总算搬回一局 而且两人合作无间 最后打败了武士群警 今天是你们加入联盟满一个月的日子 天呐 我简直度日如年好不好 真好 小心挨骂 不要动 今天是进行升级考验的日子 你们是这些猎人中最后一批参加考验的 通过后你们便可成为星级猎人 星级猎人 好威风啊 太好了 距离我成为万人敬仰的大英雄 又进了一步 三公里外的红叶森林 就是本次考验的舞台 把你们的实力全部展现出来吧 是 我告诉你 我很快就会成为像爸爸一样优秀的猎人 超越你的 喂喂 有什么好笑的 我不许你们小心成 你们是来度假的吗 蓝叶是这次考察的监督官 他是监督官 蓝叶是狩猎联盟史上最年轻的星级猎人 难道你不知道吗 看来你总算是搞清楚了 我要追赶的目标是爸爸 超越你 是早晚的事 这把是星级神枪 比星兽神枪的更强 因为它拥有连射功能 哇 连射啊 连射的关键是要得到一只星兽 只要得到这只星兽的认可 就可以获得星级枪柄 组成星级神枪 海德先生 那是什么样的星兽啊 他们就生活在农叶森林 他们神出古墨 只驯服于比他强的猎人 这次考验便是要在日落前 独立捕捉到他 得到他的认可 他就是 天马兽 哇 这就是天马兽 那么 考验正式开始 拜托 下次能不能换个人少的地方碰面 万一被发现了 我也帮不了你 嘿嘿 最危险的地方 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上次行动 猎人突然出现救了那个臭小子 不过他的力量果然很强 要是方人那小子继续成长的话 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 嘿嘿 那就交给我好了 他们就在红叶森林 不要放过任何抓住他的机会 同一个任务我绝不会失败第二次 那天马兽的样子看上去挺乖巧啊 应该不难捕捉吧 看起来体型比我小呢 等会儿我给他来个泰山压顶 什么声音啊 来势汹汹的 不会是天马兽吧 不像啊 难道有其他大恶兽 别大大了吗 你怎么长得那么高大 小弟你挺小巧的 好啊 怎么长得跟卷轴画的不一样啊 对了 虽然你长得比较壮 但正面拼力量的话 脚炎兽可从未输过 谢谢了 竟然用我的身体做踏板 什么 新兽神枪形弹 变身 新兽猎人 新兽枪柄 新兽力量 变形活体 变形活体 调炎兴兽神枪 兽能带 发射 再来 这速度也太惊人了 我根本就是在打空气啊 天马兽的特点是高速 我的兽枪只能单射 必须加快上兽能弹的速度 变身 新兽猎人 新兽枪柄 新兽力量 变形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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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马兽 填马兽 你在哪儿 其他人都已经开始捕捉了 看你往哪里跑 终于找到你了 好疼啊 原来他长得这么高大 挺味道火搭档的 看颜兽 这只看上去呆头呆脑的 你想跟他打的 宫小子你说谁呆头呆脑的 原来他是装傻 给我战斗 疾风兽你的速度能跟上他吗 当然我对于自己的速度还是有信心的 嗯 我发现填马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短短的几秒疲惫期 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嗯 好机会 他停下来了 飞马 动手 斩裂风骂 发射 就是现在 斩裂风骂 发射 总算抓住了 小岩兽的攻击速度和弹射都比较慢 根本跟不上天马兽的速度 我用主意了 用我擅长的作战方式 小岩兽 陨石爆破 发射 哦 模糊了你的视线 一切就好办了 树能弹 爆发装填 陨石爆破 发射 前面就是天马兽的下一个落脚点 逮住他 脚印兽 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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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 你很强大 我愿意做你的伙伴 我也愿意做你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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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做你的伙伴 那边 我一定要抓住你 不要兑现和爸爸的承诺 也不要被蓝叶小看 你 兽能弹 合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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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击兽 来吧 电击兽 来吧 电击兽 鱼里雷光 合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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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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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西亚通过 东阳通过 武豪通过 呦 你也通过了 啊 哼 你的好兄弟星成还没回来吧 哎呀 可快要下山了 你 啊 你别笑张 五脸 他还不是一样没出来吗 啊 我 我哥哥一定会比星成更快得到天马兽的 星成加油 星成加油 好 星成 他们好吵啊 哎 真不想和他们待在一起 那只天马兽跑哪儿去了 呵呵 这次我还不把你逮个正着 哈哈哈哈 这次我还不把你逮个正着 天马兽 呃 啊 怎么是你啊 哈哈 原来你也没有抓到天马兽嘛 你 你不也是一样嘛 呃 我 我只是想先欣赏这里的风景 最后才去抓天马兽 呃 那 那我也一样 干嘛学我 你 你才学我呢 你 呃 呃 呃 什么 呃 呃 我没看错吧 一只天马兽 呃 呃 它好像受伤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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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 会让它的伤更严重的 呃 呃 呃 烟充军 发射 先让我过去 为它疗伤吧 哼 你太天真了 等它好了 还能抓住它吗 皱能弹 发射 呃 别打我 我害怕 武力 停下来 不行 快日落了 我必须得到它 爸爸说 要帮助受伤的兴兽 我不能不管它 我要阻止武力 凯燕兽 你要帮我 撞到凯燕兽 烈焰冲击 发射 方太短了 我 灵兽 不 还好伤得不重 你坏我好事 现在又抢我的兽 可恶 星城才不像你这么坏呢 我不管 这天马兽是我的 我先看见的 是我的 是我的 是你救了我吗 谢谢你 我 是我 你说我 明明是星城 算了吧 反正天马兽已经没事了 乌猎 你以后要好好对待 这只天马兽 当然了 它 它是我的新兽 走了 走了 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太阳快下山了 看来 这次我是当不成星级猎人了 你不会怪我吧 不会 星城 你是最爱护我们新兽的了 你是最棒的 下次一定能通过考验 嗯 爸爸 我知道 你会赞同我今天所做的事情 我不会放弃 一定要成为 像你一样优秀的猎人 哥哥来了 哥来了 武猎 升级考验通过 星成 你的铁马兽呢 我没抓到铁马兽 什么 四级任务你都可以完成 这么一个升级考验 你都通过不了 我跟铁岩兽已经尽力了 好了 到此为止 什么事 什么回事 去吧 狩猎游戏开始了 得到了星级神枪的众人 却遭到了恶兽的猛烈袭击 蓝叶又再次听到那奇怪的哨声 冒险追了过去 他会发现什么 众人被恶兽逼到陷阱处 他们又该如何脱身 铁马兽又为何突然与恶兽为伍 攻击星兽猎人 敬请期待下集 我们下集见 咱们下集见 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